鱷魚頭聽了張果魯的指點教訓,真是佩服到誤體頭地,這些自軍之學,撈世界之道,任何軍政學校都沒有老師教過。 對於張果魯的心謀遠見,鱷魚頭說自愧不如,他再三嶺甲,一路到天黑,他先告辭回到黃埔找楊思里,楊思里見面第一句話就報告, 蕭娜已經跟蹤追到來了,鱷魚頭就吩咐楊思里,黑貌丹,魏經理和牛仔已經淹死了,你真是叫人去找個山地,起一座架墳,再收塊石碑,叫人剋上黑貌丹,魏經理牛仔之務幾個字,下款黑,洪斌敬立, 啊,好幾次來,墳妹要弄得似模似樣,唉,他們死得慘了,那我做法,我精神好過一些,你還是照辦吧。 楊思里聽說黑貌丹死了,有點心酸,他跟黑貌丹有個幾日姻緣,陰庸還在,人鬼仕途,他就問,黑貌丹是怎麼死的? 什麼船啊,今日報紙也有新聞的,你看看就知道了,少奶在哪裡啊? 在你的房間,鱷魚頭就走出來,去她的住所去匯的太太,在半路,她遇到她的一批中級幹部,蟹王七,煙屎疹,死蛇,雞眼,默才,趙繩,攔著她,說要替她洗塵。 哦,大家去一景樓喝酒等我,等我回過太太,來。 蟹王七等大家走了以後,追上鱷魚頭問,蝦球呢,他沒有跟洪先生回來嗎? 鱷魚頭咫咫咫咫,哦,蝦球,他跟我分手,我給了幾百元,去香港做生意。 哎呀,今天大家都被報紙上的消息嚇壞了,蝦球沒有受傷,哦,平安無事, 他跟南上的大富和幾個士兵各尋生路,黑毛丹,毅經理牛仔就淹死了, 還說我親手埋葬他們,剛才我還吩咐楊師領要跟他們起一座架墳, 何時我和你去拜一山,現在我沒空跟你多說,你去一景樓等我吧。 說完他就走上樓,蟹王七就聽說蝦球走了,牛仔又淹死了,十分難過。 他一到一景樓,板著他的臉,一句話都沒有說。 那時候,阿喜在房間跟紅少奶聊天,紅少奶問他, 阿喜,外面人家說你的閒話,你知道嗎? 我平生不作虧心事,夜半敲門也不驚。 你有沒有閒話給人家說? 小奶,你不要嚇我。 阿少奶說你和蟹王七,阿喜當堂,臉都紅了, 他又生氣了阿少奶,干涉他的私事, 他嘟嘗嘴說,這是什麼壞事? 誰說這壞事? 就由他講到救他,我真的不怕。 看起你,急成這樣,我不是反對你什麼, 我也沒什麼權反對你,不過我要提醒你, 唉,你不要太容易相信一個男人,男人心一日三變, 我是過來人,我受男人的苦太多了,我提醒你而已。 小奶,你真是好心,我真是感激你, 我知道七哥是好人,他不會騙我,他是真心的, 他將自己的事什麼都告訴我,連最醜的事都告訴我, 我聽,他是真心的,他,他,他, 少奶,我已經,說一下,說一下,不知道是歡喜還是傷心, 阿喜,哭了上來了, 紅少奶試著安慰他, 鱷魚頭一腳踏入房間,看見這樣的情形,大青哥, 別哭了,別哭了,一船沉了, 只是淹死魏經理黑貓丹牛仔三個人而已, 其他全部脫險,各沉生路了, 蝦球不是我借了三百元來做生意嗎? 天理良心,我就沒有虧待佈下的, 我明天還要帶他們去高星,幫他們打江山, 哎呀,你也有好處,不用哭了,不用哭了, 紅少奶和阿喜兩人截惡魚頭入味, 真是又驚又驚,聽到他說蝦球走散了, 牛仔黑貓丹魏經理淹死了, 他們覺得又哀傷又嘆息,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, 鱷魚頭一月發揮一番他如何愛護報客, 如何為魏經理牛仔黑貓丹等人立務的事, 紅少奶跟著問長問短, 鱷魚頭心不再現, 隨便一處應付, 一連打了幾個哭了, 阿喜就快點退出去, 阿喜一走, 紅少奶就問, 黑貓丹死了, 你是傷心還是高興? 這句說話就真是難答覆了, 如果要表示愛紅少奶, 要獻恩勤, 就應該說高興, 但是, 這麼陰毒的說話, 怎麼說得出口? 如果對黑貓丹人的多夠情, 就應該說傷心, 這句說, 怎麼對著自己的太太說呢? 在這種場合, 無論是假氣真做, 真氣假做, 同樣都是很難的, 鱷魚頭沒辦法, 只好笑笑笑笑, 不出聲, 紅少奶是冷笑的聲, 哼, 我不知道你心中的苦樂如何, 不過, 我聽見黑貓丹死了, 我就非常傷心, 你? 你傷心什麼? 你應該高興才是, 去了梅眼中釘了吧? 哼,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, 我一點都不高興了, 哼, 這樣就怪了, 唉, 蜜雙其女, 高興什麼呢? 有什麼值得高興才可以呢? 鱷魚頭燈大雙眼, 細細體會她太太這句說話的意思, 她還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 紅少奶就說, 你呀, 你呀, 你的心被功名利錄迷住了, 雖然你根本沒有想到我和黑貓丹是同類, 就是因為我們是同類, 所以我知道她浸死, 我怎麼能夠不傷心呢? 你呀, 你一輩子都不明白, 鱷魚頭燈大雙眼, 誰是同類, 我都不明白, 紅少奶越說越激動, 就大聲地說, 你真是不知道我還是裝模, 我們為什麼不是同類, 我們都是私窗, 你們是嫖客, 難怪你不明白了, 哈哈哈哈哈哈, 紅少奶就像發尖一樣笑, 笑到最後, 一邊笑, 一邊流眼淚, 她自己擦乾了眼淚, 按著自己激動的感情, 然後對鱷魚頭說, 哎呀, 我真是撞邪, 怎麼會說這些話呢? 好了好了, 你怎麼打算好了, 今晚黃埔過夜還是回廣州, 我不管你去哪裡, 我都陪著你, 你說吧, 你說吧, 鱷魚頭就不知道紅少奶到底受了什麼刺激, 看著亂嬌爹死, 她就抓她出去, 從楷王七他們喝酒, 決定在黃埔過夜, 鱷魚頭紅少奶兩個人, 和那位部下喝酒差拳, 喝到狂了, 山直前, 鱷魚頭就睡了, 各位, 不用多久, 我們要為大家做正式建制部隊的大兵官, 從此大家都有出頭日子, 照得排人的, 我為她當排長, 照得連人的, 我為她當連長, 照兵的酒肉居馬費將來在公職金行下, 實報實消, 大家給點心機, 給點心機, 精集人馬, 我本人一定和大家出生入死同路同谷, 當這麼亂世, 這是千載一時的發達機會, 大家努力點,乾杯! 眾人興奮地乾了最後一杯酒, 焰死神是大頭大上來喊, 多謝紅團長提派, 大家盡歡而殺! 鱷魚頭一邊在等正式命令, 一邊派遣爪牙招兵買馬, 想依照張果佬的指示, 確實掌握她團下面的連, 以對抗上頭掌握的影。 蟹王七和焰死神之間鬼打鬼, 各人拉各人的排級幹部, 蟹王七好在得人和, 焰死神勝在地頭屬, 各人展開搶人的爭奪戰, 鱷魚頭看到這樣的情形, 真是正合孤家之意, 求之不得! 在這個時間, 逗留在香港青山腳的蝦球那幫人, 已經上船開身, 這裏是一隻開市橋的走私船, 船主是個老江湖, 當初他不肯接納這幾條大漢上船, 後來見大富在香港, 買了大包書回來, 又見了沿潭斯文, 更大漢都更肯聽他的說話, 看來那幫人又好像不多此劫匪, 又眼見有錢收入, 所以最後就收了他們每人十元船腳, 准他們搭船, 船上還有其他搭客, 長日無聊又是開到, 蝦球躺在大富旁邊, 大富在看書, 蝦球就隨手揭開來看, 看不明白又問大富, 大富就說, 喂喂喂, 你不要問我那麼多, 我要趕著看完, 看完要跌落海, 蝦球本來就不想打擾他, 聽過這句話就更加忍不住, 什麼, 好地地一本書, 為什麼要劈下海? 大富沒有理會他, 繼續埋頭去看書, 這本書是他用六毫子買回來的周刊, 裡面有一篇寫著三年遊激戰的文章, 大富看完之後, 若有所思, 然後將書丟下海, 蝦球就說, 喂大富, 你真的將書丟下海嗎? 蝦球, 我告訴你,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犯眾爭的壞蛋, 他們只顧自己享樂, 就不惜將別人整死, 他們整死人的辦法, 多種多養, 奸險毒辣, 防不勝防, 好人都被他們趕到絕, 要應付這些豺狼, 就不能夠太老實, 太沒有準備, 應該清楚了解敵人自求生存, 更進一步去解除人民大眾的痛苦, 這本書, 就是教我們怎麼認清敵人, 消滅敵人, 救己救人的種種道理和方法, 你想想, 這些書, 如果被那些豺狼查到, 那就麻煩了, 所以我看完之後, 就忍痛丟了他們, 喊喊喊喊喊頭, 哦, 我明白了, 我明白了, 在船尾那裏, 排狗賭局正, 賭到興曬, 走江湖的船主, 自機不賭, 他做港府的壇主, 引起幾個搭客睡在倉上, 聽他講土匪頭的故事, 嘿呀, 你看他, 講得厚水花噴噴, 微飛色, 亦無尊春有味, 只講到東江一派, 我看見洪無筍做歌頭, 他死了以後, 他手下懸蝦狗就拿正印, 還有羅坤, 劉發宇, 羅發仔都是一時好漢, 嘻, 講到懸蝦狗的法家, 誰不知道他是靠八步村羊那對神槍手, 那時候, 洪無筍本來就是文明百, 你的地頭蛇, 哪個這樣東西呢? 嘻, 那十八歲的懸蝦狗真是膽生毛, 他捐向洪無筍投信, 打彈二百兩銀, 洪無筍被他激到吹鬚鹿眼, 叫人將兩包細銀釣在橫梁上, 於是等候懸蝦狗這傢伙來拿, 懸蝦狗確是夠膽, 他單身上陣, 兩手握著兩枝左鱗, 大答報就來見洪無筍, 洪無筍一看, 嘻, 原來他小孩, 他大聲喝, 二百兩銀釣在樑上, 扮來擔踢來拿, 誰知道懸蝦狗, 一枝槍指著洪無筍, 一枝槍就向著樑上的銀袋, 連發兩槍, 那兩包銀就應聲跌下來, 洪無筍大摘, 嘻,好野小孩, 死得死得, 好, 留下來做我徒弟, 從此, 懸蝦狗就跟著洪無筍, 清雲直上, 洪無筍死了以後, 他就領隊打家劫舍, 飆心勒索, 殺他周圍百里, 誰不知道狗野的大名, 自細江的派, 最有名的就是羅雞鴻, 歪嘴鱼, 羅布,羅勤, 金山豬, 陸滿,雷公泉那幫人馬, 南海九江學山三州一大, 最出名的是幫頭何老義, 和蕊仔兩人, 蕊仔是被防軍逼上梁山, 至今都還未回來, 何老義已經發財做大身子, 西江還有個撞死馬里德, 已經被政府收編, 總之土匪邪不勝正, 無論如何英雄一時, 到頭來不是洗手上岸, 而是被人掩蓋, 我見得多了, 只講到今天的官軍, 被土匪還沒有信譽, 像我一樣, 明明團長收了我黑錢, 營長要我屬性, 明明已經送禮給連長, 排長要留難你, 咦, 走幾個錢貨, 過替隱氣吞聲發來, 更慘於做攝氏, 我吃慣這項飯, 真是看透了, 答客中有一個人問, 無知無色的人才去當土匪, 怎麽有些知書色脈的人都上梁山呢? 噢, 這個要分開來講, 今天有些人上梁山, 那並不是做土匪的, 他們是打江山的, 咦, 你又講沙區那個先生端, 他確實是當土匪了, 不過, 講上來有一段故, 他原先有名的教書先生, 姓何明端, 有一群土匪就兇無敵脈, 連寫打單信都不會的, 那便硬硬將他逐上山, 要他寫打單信, 土匪頭在每封打單信的後面, 都偷偷簽了先生端的名字, 拉一起下水, 後來, 他自己真的變成土匪頭, 做了幾十年山寨王, 現在政府為了他做召匪委員, 嘿嘿, 你們說笑話不笑話? 賊哥捉賊哥, 越捉就越多, 當然是拿我們的老百姓來運的, 老江湖的說話, 大家都很感興趣, 龍大夫和蝦頭都放下書本來聽, 那個懸蝦狗, 十八歲就雙槍向老賊頭, 打單二百兩銀, 竟然一舉成功, 這個故事, 使得蝦球入了米, 自己就快十七歲了, 還未放過一次槍, 他覺得真是恥辱, 在他的心靈中, 大夫那些救己救人一番大道理, 還不如雙槍劫賊頭的故事, 使得他更加迷醉, 他想, 如果有一天, 我能夠拿著兩絲左鱗, 找著惡魚頭, 要打個耳仔, 就打中耳仔, 要打個鼻哥, 就打中鼻哥, 嘿, 吐氣楊美, 報了他殺死牛仔之手, 或是被他欺負的舊恨, 豈不是痛快? 在這個貨船上, 一日兩夜, 只幻想他終須有一天, 要做個神槍手, 好去報仇雪恨, 碰到大夫講那些犯眾爭的壞家伙, 先禮後兵, 起點利害他們, 嘗下才行。 龍大夫將他認為最危險的書, 已經看得七七八八, 亦都吊得差不多了, 當時他才想起那幫賭鬼, 不知道他們賭了兩天, 到底賭出了什麼花樣出來, 唉, 不想猶至可, 一上來, 他就說, 糟了, 他們如果賭書清光, 還拿來開茶室飯店? 當時已經快到市橋了, 他立刻跳起來去到倉美去看, 以前有大堆人圍到物質質, 做莊姦是關桂亭, 他搭好骨牌, 推出去, 吳猛大聲喊, 欸, 倉兔! 意思是說, 分牌一陣在套中間拿起, 關桂亭就將色彩一打, 每個人就順著在中間拿了四張骨牌, 大家很緊張地捏住自己的骨牌, 然後配好前陣後陣, 放在脊面上, 等候關桂亭來揭牌, 關桂亭先將各人的牌揭開來, 揭一個殺一個, 全場殺光, 最後他攤開自己的牌, 第一對是傷地, 第二對是至尊, 眾人被他殺到片甲不留, 大家無精打彩, 忽然間聽見老江湖在船外喊, 老友幾, 市橋都尉了, 上岸就撿齊行李, 大家如夢初醒地紛紛離開, 剩下倒到書青光的吳猛, 羅采, 廖志強三個人坐著發牛斗, 吳猛攤開雙手說, 嘿, 沒了行啊, 還開個屁茶室呢, 大副一手撿著臨死海就罵了, 你為何讓他們連本錢都輸清光啊? 哎呀,哎呀, 那我有什麼辦法啊? 原先說, 古本先收的, 他們個個都不信我, 嘿, 他們賭自己的錢, 賭輸了關人啊?